死亡通常被认为是爆炸的伴随事件 世界上每年都会发生许多爆炸事件 造成各种生命的伤亡 可是有一次爆炸不同 它不仅没有带来死亡 甚至还为生命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条件 这场爆炸是什么 它就是宇宙大爆炸 也是目前科学界 对于宇宙形成和演化的主流观点 宇宙大爆炸理论是什么 它是如何取得科学家的认同的 宇宙的年龄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用到了哪些仪器和数据 根据这个理论 宇宙的年龄大约在138亿年 科学家却发现了一颗161岁的恒星 比宇宙还要老 难道大爆炸理论错了吗 人类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演化有过诸多猜测 甚至有人猜测宇宙是某个神秘生物创造的 毕竟宇宙太过神奇和广阔 自然形成的话 听起来确实很奇幻 不过那些有关造物主的说法都没有确实的依据 反倒是宇宙自然形成的观点受到了认同 宇宙爆炸论认为 创世之初只有一个体积无限小 密度又无限大的基点存在 某一天起点内的物质发生了一场大的爆炸 基点在爆炸之后越变越大 爆炸过后出现了时间和空间 爆炸产生的物质互相反应 形成了宇宙间的最初成分 它们不断地聚集和分离 于是有了初始星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形成了恒星等天体 刚开始这一理论也没有得到科学家的认同 连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并不赞同 直到哈勃发现红异现象 才使得宇宙爆炸论受到肯定 哈勃观测到如今的宇宙中 那些遥远的星系正在逐渐远离 这说明宇宙正在不断地膨胀 既然观测到宇宙在膨胀 那么起点爆炸膨胀成宇宙的观点 就有了现实依据 知道了宇宙是如何形成的之后 科学家们便开始测算宇宙的年龄 毕竟生活在宇宙的星球上 肯定是对它的了解越多越好 光靠入眼和望远镜的话 显然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于是Cope卫星在1989年发射升空了 Cope卫星上携带着两个 测量宇宙年龄的重要仪器 当然宇宙的年龄不会在 某个仪器显示幕上直接出现 而是需要通过其他的间接数据 推算得出 Cope卫星上的两个仪器 便是测量这些间接数据的 分别是FIRAS远红外绝对分光光度计 和DMR插分微波辐射计 这些数据也被称为 宇宙微波背景的观测数据 科学家从这些数据推算得出 宇宙的年龄在138亿岁左右 也就是说宇宙从起点爆炸到现在 已经演化了138亿年 恒星在宇宙中是比较常见的 它是为数不多能够发光的宇宙天体 当然也不是永远都在发光 当它们星球内部的燃料 被消耗殆尽之后 便会熄灭变为白矮星 品质较大的恒星也许会再次发生爆炸 形成中子星或者黑洞 为地球带来阳光的太阳 便是太阳系的一颗恒星 目前正值壮年 大约在51年之后会消亡成白矮星 太阳对地球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植物的光和作用离不开太阳 氧气的产生也离不开阳光 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 自然不会停止寻找恒星的存在 毕竟如果要将人类文明延续下去 就得提前找到适宜人类生存的 第二个地球和第二个太阳 与地球相似度高的行星 已经被人们发现了超过4000颗 也被称之为超级地球 至于恒星的数量 更是无法估计 毕竟它们并不需要有什么苛刻的生命形成条件 只需要观察其处于燃烧的哪个阶段就可以了 这步 一个是寄前人们就在天秤座方向 发现了一颗距离地球190光年的恒星HD140283恒星 不过这个恒星并不适宜成为第二颗太阳 不仅仅是因为其距离实在太远 还因为它已经不再燃烧 处于消亡的边缘 但是这样一颗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恒星 却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 这是为何 原来2000年左右 科学家利用18股卫星观测到的HD140283恒星数据 测算了一下该恒星的年龄 结果得出了161岁的结论 是现目前宇宙中当之无愧的最古老恒星 还因此收获了麻图萨拉星的名字 这也是圣经中最承受老人的名字 可是它未免也太过古老了 毕竟宇宙的测算年龄也只有138亿年左右 怎么会出现160亿岁天体呢 难道它根本不属于这个宇宙吗 有关平行宇宙的观点虽然一直存在 但并未发现实质性的证据 况且按理说 平行宇宙中的事物也到不了其他宇宙中来 这就让科学家感到头疼了 宇宙的年龄是经过了大量的数据得出的 也被科学家验证过许多次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很可能就是麻图萨拉星的年龄测算出现问题了 年龄测算 科学家们在测算恒星的年龄时 会通过其品质和光亮度来计算 因为恒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生核聚变反应 从而放出光亮 2003年霍华德邦德利用 哈勃望远镜观测到了这颗HD140283恒星 发现它主要由氢核氦构成 上面的铁元素很少 不到太阳的1% 不过铁元素等较重元素 在宇宙的第一批恒星中是非常少见的 像HD140283恒星这样的天体 通常会形成于第二批恒星中 也许是因为最开始的观测位置和角度有所影响 得出了该恒星160亿岁的结论 这是对宇宙大爆炸论的一次挑战 所以科学家们必须得 重新测定HD140283恒星的年龄 看一下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于是有关HD140283恒星 2003年到2011年的观测数据全都被调阅了出来 科学家们开始对这些数据进行详细的分类和研究 为了消除视差影响 科学家们连续6个月对HD140283恒星进行了观测 得到了较为准确的距离资讯 最终得出了HD140283恒星的年龄 大约在140亿岁左右的结论 当然这个数据还是要比宇宙的138亿年要大 但科学家们还给出了8亿年的误差 也就是说HD140283恒星的实际年龄可能在132亿岁 这个误差就使得宇宙大爆炸论又站稳了脚跟 HD140283恒星也被认为 是宇宙大爆炸之后诞生的第一批恒星 太阳是地球所属太阳系的恒星 太阳系以它命名便能够看出它的重要程度 它的内部时刻都在发生核聚变反应 不断地燃烧氢气释放出光热 但其实太阳并没有火焰 所谓的燃烧也不是真的燃烧 只是一种核聚变的反应状态而已 太阳的品质非常大 是地球品质的33000倍 所以其内部的氢元素也十分丰富 研究表明 太阳已经燃烧了51年左右 但其内部的氢元素还能再支撑它燃烧51年 直到最后燃料耗尽 变成一颗白矮星 从时间上来看 太阳系和太阳只是宇宙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一个普通星系和天体 大约50亿年前 一团巨大的分子云由于自身的重力开始坍缩 在这个过程中 中心内部的气体旋转速度变快 温度也升得更高 最终形成了圆盘状的太阳系 中心内部的气体便聚集成了如今的太阳 其他的物质在后来演化中不断地聚集和分离 也演变成了行星等天体 地球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变而来的 至于为什么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如此适中 为什么只有地球进化出了生命形态 科学家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些问题的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